您就是照你平时的习惯 开车之前先观察一下 哎呀 哎怎么样 可以开车了吗 可以了 可以执行吗 可以 可以左拐吗 可以 可以右拐吗 可以 可以倒车吗 可以 那么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您的周边都安全吗 我们一块下车看一下好吧 来看看车的前面 哇塞 没有看到你 来再看看车的左边 也没有看到你们 秀老师没有看到你们 来我们继续往前走 反光镜也看不到 没有看到 后面也没有看到 后面多少孩子 好多呀 如果这个时候你倒下车会怎么样 接下来我们换个角度 直观的看一下这辆车的视野盲区 针对货车的这些盲区 很多车辆加配了类似这样 这样 这样的环时镜 大大了增加了驾驶员的可视范围 但即便如此 货车的盲区依然存在 作为我们孩子 一定要远离此类货车 不能在周边玩耍 即使车停在那里 也不可以 作为孩子的家长 一定要以身作则 无论你是骑行自行车 电动车 还是驾驶私家车 也一定要与这些车辆 保持安全距离 不争不强 让出一份安全 而作为这些车的驾驶员 一定要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 全面避免 因为盲区的存在 而引发的各种事故 所以 货车有盲区 你我要远离